另外,新政府加速投诚乌石港之观光开发 再度委托第一泰平戴维斯办理乌石渔港南提新生地 第二次公开标售 面积约有9.8公顷 是属于渔港专用区 比价为20亿4900多块钱 将在明年3月6号要来开标 新政府加速投诚镇乌石港的观光开发 再度委托第一泰平戴维斯办理 宜兰县乌石港南提新生地的第二次公开标售 这个标地位在乌石渔港的南侧 面积约9.82公顷 属于渔港专用区 建幣率为60% 容积率为140% 底价为20亿4967万9500元 采蜜蜂投标 将在102年3月6号开标 新政府表示本案曾在9月25日公开标售 公告期间吸引宿主国内大型饭店业者以及开发商积极询问 不过因为量体以及投资规模相当庞大 投资人反应开发规划背标准备时程不足 无法及时进场 因此这次公告延长背标期间为3个月 以利投资人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开发规划 新闻表示这一处基地位在海岸线第一排 眺望龟山岛 面临半月弯的海滩 是北部唯一具有如此得天独厚 临海条件的大型可开发土地 适合大型海洋油器 观光饭店的开发计划 整体开发预计将投入新台币60亿元以上的资金 是伊兰地区相当大型的指标型投资案件 伊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